那何以说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大家也了解,可能大家很熟悉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范语 因译过来是什么呢?大家一定很清楚了 但是我们可以温馨一下,互相提醒 阿弥陀佛是放进什么?我们看一下没有? 阿翻成无,弥陀翻成量,佛翻成绝,翻成绝 大家看一看,你把阿弥陀佛翻成中文,你去自己念一下 你去看一遍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无量词,无量诀 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从这边而来的 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死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而死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佛明号的含义 所以一切诸佛都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道理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的苦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哪里来的吗? 所以今天你念阿弥陀佛是叫你什么? 叫你,你要赶快觉悟啊 只要有智慧 你的生活 你就不会放过失 只要你的智慧回复了 你才不会去造业 所以以前有人问我,师傅 在地藏菩萨本源经不是有两个故事很有名吗? 光木尼跟婆罗门 婆罗门跟光木尼为什么她的母亲会堕在无间地狱? 什么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鱼吃啊 就是因为鱼吃造成 造了种种的果报 后来落在无间地狱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下面的很重要来提醒大家了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就是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的自信的本名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信的本名 你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你要接受 你不能拒绝的 你要相信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嘛 所以佛在大神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中风果实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阿弥陀佛我既是我 我既是阿弥陀佛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喝酒醉 他不省人事了 但是他那个我还是存在啊 那这个酒后 他会回复正常 醒过来了嘛 那我们现在的情形 我们的状况 就跟他那种喝酒醉的一样 被迷住了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现在变成反复? 迷了嘛 不是刚才讲的嘛 为什么会迷? 你把一切的真相当作假 你把真当作假 把假当作真 你迷了吧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变成反复? 真的吗? 所以今天我们无法超越六道轮回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人不能离苦得乐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不能怪别人 怪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听经的原因 就是帮助我们嘛 回复你的本性 本来面的 就是这个而已啊 释迦摩尼佛在这个世间 这样了49年的 就是为我们说明这一桩事情 为什么有讲经说法? 就是帮助你回复你本来的面目 你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 你看 释迦摩尼佛在 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的相智慧 但以妄想分别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整的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就是因为被我们自己的妄想 被这些分别之心 对于一切世间的万物的执着而不能放下 所以造成你本来就是有这个 因为有这个机会能够成佛的 但是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你本来可以往生西方净土 但是你把这个好的因缘 错过这个机会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 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在一起 但是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没办法呀 那怎么办呢 所以 欧益大师为什么把信佛言放在第一的元素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你要好好念这句名号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过幸福美满的人生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把六道轮回 超越六道轮回 才能够往生进度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过得美满的生命 那这个觉悟刚才已经讲了 这句阿弥陀佛的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劝导我们苦口佛心 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为什么 偶一大师把信佛言放在第一个 特别现在 你看那个 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到那边 你看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 刚刚开章嘛